西克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也 祝星星璀璨 让选角简单 影视资讯 静待西克 有没有主演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确实是等了四个月 觉得这个角色特别好 都是花季少女 那山河林也是你第一次拍谷装 那这次有什么特别的挑战吗 调威亚 很多很多打戏 然后还有拍谷装很热 我们可有一些现代的语言 现代的动作 衣服很厚 妆发就是跟现代平时也不太一样 这股工具和张哲瀚 他们在现场 有跟你分享一些不古高的经验吗 有啊 周叔就周子舒 我们在吃饭的地方 他都会自带一个垫子 因为那个木头椅子很重 就大家都会想不到 因为大家做了很久 屁股都很酸 然后只有哲瀚哥 一个人是我下面垫了个垫 主人就是温克行 他就是有各种冰扇 遮阳伞之类的 他说他风扇比我好 你别欺负我 我没见过世面 我最喜欢的就是 大婚的片段 那一场戏 是顾湘的重场戏 包括曹卫宁死在他的面前 包括温克行 让顾湘叫他哥 那场戏我们也拍了很久 拍了差不多三四天 因为看了现在小说 跟导演沟通了一下 在现场的时候 提前准备了无数动作 提前进入情绪酝酿 那网友说回谷的企业文化 是用歌声杀人的 对此周也小说 听过的都是过命的交情 听姑娘我给你们唱一首十八摸 网友还建议周也 龚俊打包出道 对于组合名 杜仁离谱文 周也有什么想法 你们开心就好 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也唱得还好 没有很难听吧 真的 最起码我们没有调跑到天边外 跑什么呀 姑娘我还没唱够的 龚俊和周也的歌声中选一个 做起床铃声的话 你会选哪个吗 选主人的吧 因为他们叫魔性 啊 阿湘快点起床给我做饭吃 不久前我们也谈访了龚俊 君子爆料说 也就是君子夜宵干饭了 咱们想反驳一下 无法反驳 前龚俊说 和野子干涉不到张哲汉的笑点 你们还因为什么之前合过共同的笑点 其实我们在现场就总是笑很欢乐 哲汉哥他那个老干部般的拿出他的屁垫 然后坐在那儿 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网友叫张哲汉 龚俊老婆 但却叫周年老婆 作为全组唯一的男生有什么感想 你们开心就好 都说阿湘和温克勤有父母像 能爆料一个老夫妻 温克勤的小味 也没有什么秘密吧 他喜欢煮鱼粉 鱼粉王 大家都捧场 都要说好吃好吃 山河的剧组选一个成员 做他的颜值粉 你会选 我会选成岭弟弟 只是理财达人 哲汉哥吧 为什么不是龚俊呢 龚俊看起来像理财达人们不像 那谁是剧组代货王者 曹一宁吧 不敢当不敢当 谁一开口就老黄二代了 温克勤 他就是老跟我比他的伞 他的风扇 就说我这个风扇就是比你大风 我这个伞就是比你好用 什么之类的 我不想跟他比 对 对 谁还推示和严阿湘这类白切黑的金色 蝎王 其实蝎王他本身就是黑白切 现在在播的剧情就是 他一直在被照镜片 我希望蝎儿赶紧直愣起来 不要再被照镜片了 哼哼哼哼哼哼 周也追剧磕CP吗 磕 我希望你追的CP是越甜越好还是越越越好 又甜又虐 最后一较上府的CP有美しい 韩剧里的一些 但也是觉得就是除了阿湘 你还可以尝试最里面的那种人士 成岭弟弟 起点大男主 那可能是一道甜酷提 对 唱歌 周也已经没有世俗的欲望了 周也跑掉 笑死 根本不可能 周也做唱跳歌手 是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的 和周也一秒变熟的秘诀是什么 请我吃饭 他们成天说我是第一饭桶 就知道吃 看CP为止 有哪些传言是对周也的误解吗 周也要去演奥特曼 我说怎么不演怪兽呢 周也如果有一天遇到了周永 一起搭电机从一楼到十八楼 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场员 你好我叫周也 你好我叫周也 我是你的粉丝 我可以要一张 你的那个演唱会的 终身VIP卡吗 那如果说我们最近有一个高墓女团的计划 你会加入吗 愿意 去 周杰伦的女团 去 跳 只要你不觉得难听 说不定唱得越来越好了呢 周也做唱跳歌手是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的 那如果一觉醒来 发现手机里有三十个经纪人未接来电 你觉得这有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 忘记把金主爸爸的微博发生了 那周也每次进主前都必须带着三件事 带脑子 基本 主要是带着脑子去 问题少女未来 古灵精卖阿湘 中文系像花林华俊 周也下一个最有可能解锁的 角色类型是什么 已经解锁了呀 就是三个情室里面相信童话的余裕 那周也接下来会怎么规划未来的演艺之路呢 就是要好美的部戏 不知道 给个小时选择你现在正在演的剧 天吻 你这个舞倍速真的就两个秒钟 这个像龚俊的歌 也是山河令的吗 皮阿克吗 周杰伦的什么歌呢 哎呀你这个太快了 不知道 七里香 那两个蓝度有升级 然后猜出这是谁唱的 嗯 谁拿河帆 王河帝 他跟我说过的是他这个歌 太难听了 然后有个人半夜睡觉 睡不着觉唱得太难听 结果起床刚好发现他们家煤气没有关 救了他一遍 王河帝自己跟我说 那你评价一下他唱的那种歌 好听 那跟你比较好听 还是我好听 好 你最近看过的电影有五个字 回答未来2 最近吃的好吃的五个字 牛油大龙虾 牛油大龙虾 你最近去过的地方六个字 上海河河河说 有五个字 你最近看过的电视剧六个字 神盾菊特工 你最近喝过的饮料三个字 大龙好 他老师很厉害 他不查了 你最近买过的一个东西五个字 冰红茶 你最近买的衣服的牌子四个字 你最近想吃的地方什么的 海南岛三样 你最近用过的化妆品六个字 六个字 好难哦 上期幕也这么难 别看周也很可爱 其实也很古怪 如果有一天不做演员了 我还可以靠唱歌发家制服 如果有人惹周也生气了 只需要请我吃东西就可以把我哄好了 笑的机会你不要动 仰起眉毛 争执微笑 哈哈哈哈 うん ming s 痣 女 someth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